经常听说控网抢弓 防守反击拉掉突击这三个打法 但是不清楚这三个打法具体是怎么打的 各自有什么区别吗 杰克曼控网进攻 首要是控制往前 你想进攻 如果效果不错 对方是不会让你轻易获得杀球机会的 所以你就必须牢牢抓住往前的优势 让对手不得不挑球 这样你的战术才能实施 防守反击的战术目的 不是为了防守 而是反击 只是实施防守反击的一方 有防守好的优点 他们会通过组织防守路线和套路 让对手先进攻 然后在防守过程中寻找反击且得分的时机 拉掉突击也是进攻型的战术 手段主要以拉掉为主 通过控制对方的四个角落 迫使对手在大范围的移动中 回球质量下降 再就是消耗对手的体力来获取主动和得分 怎样才能摆脱后场薄弱的缺点 后场回球总是不到位 GJSBBDJ 首先要搞清楚你的问题所在 才能对阵下药 正常情况下 对于大部分业余球友来说 应该就是后场技术 特别是高远球技术的问题 你说要摆脱后场薄弱的缺点 也就是说人家打到你的后场 你就只有被动了 对吧 你对自己的问题描述得非常笼统 或者说太简单 使我不好判断你到底完全是技术问题 还是步伐问题 或者两者都有问题 如果你站在后场 可以把球回击到对方的后场 甚至可以杀球或者掉球 那说明你的问题主要在步伐 因为你的步伐有问题 当对方击球到你的后场 你没有及时地移动到击球点回击过去 如果是这样 你只要解决步伐问题 掌握启动准时 移动快速连贯的步伐就可以了 如果你站在后场 也不能把高远球打到对方的底线 那说明你首先要解决的是高远球技术 我没有见过你打球 所以不知道你技术上的问题是什么 因此现在给不了具体的改进意见 建议你找一个专业人士 让人家看一看你打几个球 专业人士或者教练 就可以指出你的问题 并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当你的高远球技术完全掌握后 如果步伐技术没有跟上 那你的后场依然是弱点 这时还需要你勤学苦练步伐 才能彻底解决你的问题 如何提高下压进攻 祭司莫及 我不清楚你要提高下压进攻的哪些方面 下压进攻包括下压进攻的意识 前后场的进攻技术以及步伐 单从专业角度来看 采取下压进攻战术 要有很好的体能和掌握比较好的进攻技术 首先前场的技术必须要好 强往的意识必须要强 才能逼迫对方挑球到后场 给后场队员创造进攻机会 下压进攻是一种战术 包含很多方面 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提高强往意识 提高往前的搓球 勾对角 推球等技术水平 在这个战术中 强往意识是前提 往前技术是关键 后场进攻得分是重点 不知道你的技战术水平 以及体能如何 因此不能给你特别有针对性的回答 但是可以从以上战术的回答中 来对比自己的优缺点 从而进行针对性训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